西洋大人 每天搞个你好天气 各位天气风险的朋友们大家早安 又是新的礼拜的开始 这个礼拜的天气跟上个礼拜 比较单纯的东北季风的天气的状况 会有些不太一样 变化会比较大一点 最主要是在南海一带会有比较多的水气 从明天礼拜二的下半天开始 会往台湾这边靠近过来 再配合上北方东北季风的增强 冷暖系统所形成的云雨带 会一直影响台湾到礼拜五 所以包括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下雨的中南部地区在内 各地都将会是一个犹豫的天气 要一直等到礼拜六 投票日那一天的话 整个水气层会比较减少 除了东北季风雨封面地区 还是有比较高的降雨机会之外 其他地方的降雨就会趋缓下来 那礼拜天的天气会更进一步的回稳 那大部分地方的天气都将会是一个 有阳光露脸的机会 那如果比较详细一点来看的话 今天礼拜一 白天我们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迎风面包括大台北的东侧 基隆北海岸 宇兰花莲台东 恒春半岛 还有中南部的局部山区 都有一些短暂震雨的机会 与事并不大 其他西半部地区 则还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 不过从夜晚到清晨这段期间 比较容易有些低云 或是雾发生的机会 可能会影响到能见度 所以行车用路的朋友 可能要多加注意安全 那从今天晚上开始 到明天礼拜二 东北季风是在逐渐减弱的 所以说在迎风面地区的降雨 会逐渐的减少 但是从明天下午开始 现在在南海北部的 这一大片的水汽 将会顺着太平洋高的边缘 往台湾这边靠近过来 各地的云量都会增多 所以说除了原本迎风面的东半部 降雨会再度增加之外 那西半部地区呢 也会陆续的转为一个 有短暂震雨的天气形态 那到了礼拜三到礼拜五 因为这个底层的东北季风 又再度的增强 那冷空气南下 在遇上这些北上的暖湿的 这些水汽 所以从南海的北部 大陆华南的上空 一直到台湾的部阱 可能会形成这个大范围的云雨带 所以说各地都将会是 一个犹豫的天气 那尤其是在中部北部 还有东北部 中部地区的这个累积雨量 还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要提醒大家要留意 那尤其是已经很久都没有下雨的 这个中南部地区 这一次的天气的转变呢 大概会是一个全台湾的转变 所以说变化的程度会比较大一点 那下雨呢 也会干扰到很多活动的进行 所以说可能要提早做好一些准备 那到了礼拜六 投票日的这一天 东北季风的强度会开始减弱 那从南海上来的这些水汽呢 也会明显的减少 那整个降雨的范围就会大幅度的缩减 不过这个在北部啊 东半部这一带呢 还是一个有短暂阵雨的天气 那中南部呢 大概会转为多云到阴 那礼拜天呢 台湾附近的风向会转为 偏东风到东南风哦 除了在寅峰面积区呢 还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之外 那其他地方的天气呢 就会更进一步的好转哦 阳光会露脸 天气也会比较稳定 那比较适合安排这个假期的活动 那温度的变化呢 可能就没有像天气的变化那么大哦 虽然说 礼拜三到礼拜五 东北季风会增强哦 但是并没有带来太强的这个冷空气 那不过因为下雨的关系呢 那大部分地方的这个感受上呢 会比较凉一点 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呢 是在23到26度 那中南部的高温呢 也有机会降到26到28度左右哦 那到了下个 到了这个周末呢 东北季风会减弱 天气会好转 所以各地的温度呢 又会明显的上升哦 那尤其是中南部的高温呢 可能又会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 所以说整体来看呢 还是一个暖秋的一个情况哦 短时间之内呢 还是没有比较明显的冷空气 要南下的机会 如果想要有比较凉的这个温度 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好 以上迹象呢 是由天气风险吴晨宇提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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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